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声朗朗 奇异飞扬 活动中 琴声绵长 燕莫飘香 83中为万千学子插上飞翔的翅膀 引领他们成人 成才 成长 83中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96年 在上海建立的南洋工学中院 中院是南洋工学的附属学校 1908年 南洋工学更名为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1956年从上海迁至西安 1957年 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安市政府的支持下 筹建附属中学 这就是西安市第83中学的前身 1973年起 学校归西安市教育局直接管理 校址位于成东咸宁中路 提邻交通大学和兴庆公园 1981年 学校被确定为陕西省首批办好的 十所重点中学之一 2009年 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中示范学校 学校占地近三万平方米 现有32个教学班 1600多名学生 130多名教职工 百年文化严格 83中秉承学校先辈们优秀的教育传统 激奠了丰时的办学历史和学校文化 近年来 在上级的关怀指导下 学校以思想立效 以文化强效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 凸显教育理想和教育价值追求 确立办学目标 提升品位 丰富内涵 强化特色 逐步形成了使83中获得再提升的思维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校尊崇全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全人教育就是通过人文 科学 传统文化 以及公民教育等来培养学生的全人素质 最终让学生在道德 情感 知识 体魄 审美 独立思考 创造力 以及公共精神等方面都得到均衡培育 实现学生德 智 提 美等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教学管理 贵在创新 83中依据国家课程方案 遵循教学规律 挖掘课程资源 构建了重基础 多样化 有层次 综合性的课程结构 在校本课程建设和开发中 着重三机三选课程的构建 三机课程包括生命课程 文化课程和社会课程 三选课程则是要求每个学生 在艺术课程中选择一个项目 培养自己的艺术素养 在铁运课程中要至少选择两个项目 发展自己的爱好与课程 优化教育学之间的关系 是教学模式创新的关键 近年来 学校积极开展教育部 信息技术条件下 新课程教学方式实验研究课题 尝试开展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路径 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概念 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过程性与开放性 它提供制作分层次教学的 个性化学案资源 创设网络教学平台 能有效地对教案 学案 资源进行统计和评估 网学模式能关注每位学生 同一时空背景下 全体学生能同时参与讨论 实现了全班互动式教学 打破了时空局限 扩展了课堂互动交流的容量 老师和学生能够同时对学生的观点 进行讨论 点评 一个问题可以生成很多学习过程和资源 网学模式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 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师的教学方式 和师生互动方式的重大变革 网络已经深入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但是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教学 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非常少有的 同学们对这种形式感到非常的兴奋 喜欢 一直以来 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学管理中的难点 学生为次积分评价办法 是83中在教学质量管理中的一项探索 为次积分包括学生个人为次积分和班级平均为次积分 学生个人为次克服了因试题难易不同 导致的倦面成绩偏差 便于学生和家长正确认知学生的学习状况 班级平均为次积分能够客观 充分 及时地反映 班级教学质量中的问题 为次积分评价办法 关注每位学生的动态学习过程 能促进教师教学观 学生观和质量观的改变和提升 在教学质量管理中 不能回避考试 不能回避成绩 常规的质量评价 看平均分 优秀率 这些仅能从整体或局部反映一种趋势 如何引导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 特别是关注中等学生和学困生 促进教师形成科学的学生观 质量观 我校引入了为次积分管理办法 为次积分评价在教师中产生了热烈反响 激发了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 学习状况的热情 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 每一位学生的进步都与教师的工作成效有关 为充分调动和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愿望与热情 学校尝试实行了教师工作室制度 根据学校 学生与教师个人发展需要建立的工作室制度 其目标指向使教学一线 有专业特长的老师 受益者则是全体学生 工作室制度是开放的 给所有教师提供工作舞台和发展机会 近两年来 学校还推出了青年教师培养制度 学科委员会制度 教科研成果认定制度等 开展了专家进校园活动 一加一高校课堂活动 和师生国内外交流活动 学校呈现出了全新的工作局面 学校教育 德育为先 德育活动不应是散乱的 随性的 它应是有组织 有计划 有过程 有特色的整体构思 学校根据办学目标 设计了六大德育主题教育活动 极大丰富了学校德育内涵 校园成为完整和谐 具有创新活力的教育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是课改实施的亮点 也是重点 学校在内容的开放性 和课程的实践性上 进行了开拓与创新 建立了学农基地 丰富了军训内涵 拓宽了学工渠道 组织学生进行了民族采风活动 克服了综合实践活动 表面化 形式化倾向 为学生发展注入了活力 为学校发展增添了力 学校重视技术教育创新 强化了国防科技教育 实施春笋计划 以特高技术教育为主体的 通用技术教育 呈现出鲜明特色 学校把技术教育与国防教育 地域文化 校园文化有机结合 充分利用火箭 堂测等社区教育资源 开拓了国防教育新途径 学校努力把技术必修课 从以文本教学为主 反化到以探修 设计 操作 实验为主 实现了技术选修课程的 校文化 特色化 学校倡导 运动是一种品格的理念 体育活动精彩分成 围棋和排球 是83中的两个艺术教育活动 更是增添了校园活力 高雅的艺术氛围 弥漫校园 83中学在丰富自身内涵的同时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帮扶省内多所兄弟学校 与省内外众多学校 进行深层次学习 交流 不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各级领导多次到校视察指导工作 中央及省市媒体 为此先后对学校进行的宣传报道 对83中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百年打击教育为本 教育打击教师为本 党和政府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 群众对我们有更高的期望 我们自己也有更远大的目标 和更高的追求 只有八分努力 才能不如使命 不负重望 才能不配于 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我相信 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够 打造出一流的示范学校 办好 让我们自己 让学生家长 让上级预导们已经社会满意的83中学 只有站得高 才能看得远 面对未来 西韩市第83中学 将坚持实施素质教育 开发学生潜能 培养创新精神 激励发展愿望 走内韩市发展道路 建高品位示范高中 让83中成为师生共同的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 83中学将立足这块土地在创新中发展 在发展中奋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西韩市第83中学 将秉承优良校风 按照高品位 精内涵 强特色的要求 开拓创新 再谋发展 为建设全国知名 现代化高中 而不懈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